这个女人小心翼翼地撕掉手上的死皮 然后捡起玻璃碎片当中的脚皮 直接就粘在了伤口上面 她紧紧按住 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那脚皮竟严丝合缝地将伤口愈合了 这让眼前的女人大为吃惊 现在她终于有办法恢复自己溃烂的身体了 她名叫奇拉 原本是一个身材高挑年轻貌美的女子 这天她与自己的情人约会 来到了她的公寓 两人经过一夜的温存 奇拉一觉醒来 发现身旁空无一人 甚至自己给她发信息 也没有丝毫回复的迹象 这让奇拉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快餐关系 她与自己的朋友吐槽这件事 但话说到一半朋友就莫名其妙地挂掉了 可等她正一货时 发现自己又无缘无故地重新走到了昨晚的那间公寓 她拿起手中的钥匙打算尝试一下 果然门真的打开了 房间里的陈设是如此的熟悉 但她对此却毫无记忆 她用手机向家里的号码打去 可没想到公寓里的座机竟突然响了起来 难道这里真的是她的家吗 奇拉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 一般的死皮密密麻麻 她将死皮慢慢扣下 鲜血顺着伤口就开始往下游 奇拉使劲握住手指 这才停止流淌 直到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奇拉拉开门 却因身体剧烈的疼痛蜷缩着昏倒在地 这时路过的女邻居索菲亚看到昏倒的奇拉 就将她拂回了房间 索菲亚很是热情非常细心地照顾奇拉 对她嘘寒温暖 俩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索菲亚说自己才刚刚搬到这里 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地方 以后如果行的话 可以让奇拉一起带她多玩一玩 奇拉也很是高兴 与索菲亚一起共进晚餐 奇拉表示自己这段时间以来 不停地看到幻觉 一些不存在的人 还有经常听到房间里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 甚至自己的身体都开始出现一些大面积的腐烂 这些让她很是害怕与焦虑 索菲亚非常关心地向她表示 去医院看看一定都会没事的 可能只是简单的过敏反应 俩人交谈甚欢 拿起酒杯就干了起来 但一下太过用力不小心打破了酒杯 慌忙之中玻璃渣瞬间割破了索菲亚的脚踝 奇拉收拾地上破碎的玻璃渣 无意中发现玻璃渣中索菲亚残留的皮肤组织 净瞬间就可以与自己的溃烂的手指融合 之前的死皮也恢复了原貌 这让奇拉心中也渐渐浮现出了一个念头 到了与医生约定的那天 经过女医生的检查得知 奇拉的身体正在发生非正常的细胞分解 如果是一般人的细胞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再生 只有当人衰老时新细胞的再生能力才会降低 而年轻的奇拉她的细胞正在急速地老化 女医生也看出奇拉常伴有记忆缺失 这都与她身体的衰老有关 奇拉希望医生能够为她移植新的皮肤 但医生却让她耐心等待几天 等检测结果出来后再进行移植手术 可奇拉身体衰老的速度快得难以想象 几个小时之后 死皮就已经几乎布满了奇拉的整条胳膊 即使她换了一家医院 大夫依然是无能为力 这种情况奇拉感到十分绝望 奇拉潜入停尸房 掀开女尸身上的白布 显然这具女尸才死去不久 肌肤还如此剔透 这让一旁的奇拉看着忍不住地去触摸她的身体 她缓缓拿起一旁的手术刀 向女尸的身体划去 随即摘掉肩膀上的绷带 露出底下一道道如白菜花的皮肤 当即就撕下自己的一块死皮 将刚才从女尸身上割下的皮肤 贴在了自己身上 想与她换皮 但奇拉此刻却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仿佛身体正在剧烈排斥女尸的皮肤 直到皮肤掉了下来 这动静也引起了管理员的注意 进到停尸房中查看情况 见到了未盖部的女尸 并发现了躲在门后的奇拉 她只好一路狂奔 进入了电梯这才躲过抓捕 女人逃到昏暗的街道上 没来得及喘气 就已经开始痛哭流涕 她独自一人来到街角的小酒馆 借酒消愁 看着女酒保鲜嫩年轻的肉体 奇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那个邪恶的想法再次出现 趁着就剩自己一个客人的时候 奇拉悄悄跟在了女酒保的后面 尾随到了地下室 没等女酒保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把她袭击倒地 选择用活人的皮肤为自己来愈合 果然 第二天奇拉整个人都焕然新生 全身的皮肤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这时索菲亚再次上门拜访 看着浴缸中不寻常的血迹 她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 反而还开着奇拉的玩笑话 可奇拉反而自己先绷不住了 自顾自地就哭了出来 索菲亚上前安慰奇奇拉 先是用摸头 再是动嘴 这种安慰技巧大家也是想学 两人也算是确定了关系 没过多久 奇拉的身体再次发生老化 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多 她无法承受这样的自己 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次的对象是一个夜店舞女 奇拉把舞女打晕了之后 再次扯下她身上的皮 换到了自己身上 而索菲亚却早已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 坚持她的一举一动 奇拉对于索菲亚这冒犯的举动感到十分不适 不听她解释就甩开她自己走了 晚上奇拉独自一人回忆起之前的画面 顿时心中生起了十足的愧疚感 但渴望年轻渴望美貌的她 无法抑制这种夺取他人皮肤的冲动 甚至这种害怕衰老的恐惧 让她在镜中看到了老去的自己 可身体不断地老化溃烂死皮 让奇拉整个人的心灵都开始异化 她不再感到快乐与温暖 哪怕此刻浴室里有下一个献祭者 奇拉也毫无感觉 看着眼前恐慌的女人 仿佛就在看着猎物一般 第二天奇拉再去找女医生 希望赶紧进行皮肤移植手术 但女医生却表示 她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手段 利用干细胞繁殖 就能重新让奇拉恢复正常 但得再等几天的检查 方才能安全手术 可心急如焚的奇拉哪还等得了几天 当天晚上就潜入了女医生的办公室 偷出了治疗方案等资料 带回了家 想与索菲亚一起观看这些秘密档案 但索菲亚却在观看的过程中 不停地劝告奇拉 里面可能会有自己不想知道的内容 仿佛索菲亚早已知晓了什么 直到奇拉打开了自己的详细资料 一切的真相这才浮出水面 原来奇拉并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 而是一个白发苍苍已经垂暮的六寻老妇 渴望年轻容颜的她 甘愿参加了女医生的科学实验 虽然奇拉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年轻 但这副皮囊带来的代价就是 记忆的缺少浑身的疼痛 以及那溃烂的皮肤 不过如此 奇拉不断在生活中看到的小女孩 那正是自己的女儿 而之前与自己的男人正是已经去世的老公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人生居然是这样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奇拉 拿起手中的燃料 看着幻觉中那个曾经的爱人 依然还是一把火烧掉了曾经的一切 在得知了自己女儿住址后 即使奇拉知道不应该去找她 可依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想法 敲开了女儿家的门铃 迎面而来的小女孩 活泼可爱 与奇拉热情地打招呼 可无意中看到了她身上的死皮 静下地大叫起来 引得女孩的母亲上前查看 那人的样子与奇拉几乎一模一样 想必那人正是她的亲生女儿 而那个小女孩则是她的孙女 这时的奇拉心想 如果当初自己没有参加那场实验 此刻必然与女儿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晚上奇拉与索菲亚探讨人生 索菲亚这时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根本不是什么新邻居 而是女医生派出来监视奇拉的员工 就算此刻她爱上了奇拉 但碍于任务 索菲亚只好用安眠药将奇拉昏睡了过去 等到她醒来 自己已经被束缚在手术台上 一旁还放在一具失败的实验对象 这时女医生静止地走了进来 对着奇拉开始滔滔不绝 说她是整个科学实验中最成功的对象 只有她的身体才能完美适配其他人的皮肤 随即就开始拿奇拉的身体 开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等在外面的索菲亚 看不得自己的爱人如此受折磨 闯来了近来向女医生求情放过她 但女医生表示 这一切都是她之前自愿的 一旦与我们签署了实验协议 那么奇拉的一切事宜 都将受到他们的控制 包括她的身体与自由 可索菲亚不听女医生的阻拦 强行就要解开束缚带奇拉走 女医生见此情景 只好来应得了 拿起手中准备好的注射器 将毒药直接扎在了索菲亚的脖子里 慌乱之中 奇拉拿起一旁的架子 用力地砸在女医生的头上 女医生当场GG 随后奇拉拖着爱人一路逃窜 抢走守卫的手枪 指着眼前的女护士 向他们索要解药 但他们表示这种毒素无药可解 一怒之下 奇拉也是毫不犹豫 咔咔两枪就杀掉了这两个护士 并换上了年轻护士的皮肤 索菲亚抚摸着奇拉光滑的面庞 也知道奇拉的杀戮欲望 终将因为渴望年轻而无法消退 最后自己再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后 用枪结束掉了奇拉的生命